一个非常烦恼的人 他去参拜一个智者 他想解决问题 他一见面就问很多问题 智者跟他说 嗯 你问了很多问题 但是你的问题啊 太小了 我看不见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怎么样 能够让你看见呢 你等一年 等你这些问题全部长大了 我一定回答你 这个人等到一年之后 他又来参访这个智者 他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过去想问你的问题 经过一年之后不见了呢 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这个智者突然之间 因为古时候房间里都是那种小的油灯嘛 突然之间把灯一吹灭 灭了之后 他说你帮我倒一杯水啊 水在哪里啊 呃 呃 杯子又在哪里啊 这个时候那个智者说 在你背后的墙角啊 那个烦人 疲疲撞撞的找到了水 找到了杯子 倒了一杯水 又跌跌撞撞的 提的水杯去给他 等到跌跌撞撞 见到了这位智者的时候 里边的水也洒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那个智者就告诉他 我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了 这个烦麻烦的人说 我不懂啊 智者 你是怎么样回答我这个问题的 那个人说 因为在光明当中 黑暗的一切问题 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过去的问题 在于你的心是黑暗的 你没有看清楚 它的本质和实质 经过一年之后 这些问题都被你通过时间 而看清了 你现在的心中是光明的 所以光明才会让我们 无忧无虑 点燃我们自己的心灯 照亮别人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自己一个火把怎么样让 自己能够永远不灭呢 你的火把能够点一天也好 点半天也好 终归会灭掉 只有把这个火把 点给全世界的 每一个 有缘众生 你的佛性在你心中 才永远不会毁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